哈喽大家好 那这堂课我们就来学习什么呢 就来学习我们最复杂的两个功能 一个是查找 一个是全选 我们先来实现一个全选好了 我们想象一下 这有很多的文档 我们要全选它 实现这样一个操作 是不是可以在text的操作里面 去找一下哪一块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来找一下text的操作 哪一个会是跟选择相关的呢 这有一个对吧 selection 也就是同sell相关的 那么sell相关的 准确的来说 我们看看有哪一个 insert肯定不是 对吧 插入肯定不是 maxset是去标记 标记某一个东西 比方说我去查找的时候 可能就用得上它 对不对 会去用到某一些标记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我们通过 这有个tugbind 好像有点像了 对吧 我们再来瞧 这个是get get是得到值 它这还有一个查询 看没有 还有一个查询 是不是蛮有意思的 允许我直接去查询文本 所以我们用这段查询 可能就能完成这样一个文本查询 对吧 我们先来实现一个选择吧 这有一个叫tag add 就添加 就相当于按照某一个方式 去添加一段tag tag就是标记 我们只需要去add所有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标记的添加 对吧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去定一个 div select select all 我还是把它采用这个 这种命名方式 OK 好 那这个其实就 我就直接来玩了 就tag add 然后add谁呢 第一个是select这样一个函数 这样一个操作方式 第二个就是从最开头1.0到最结尾 对吧 end 就这种方式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试一下了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是否能达到我们所要的这个效果 对 还没有绑定 然后我们把它绑定一下 select all 全选 command 等于select all 运行一下 好 我们来进行一个全选 点中 大家看是不是就真的全选住了 对吧 我们再结合之前的操作 把它复制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粘贴 果不其然 实现了我们想要的这个操作 对吧 所以在这个环节 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tug的 就是用了text的一个tug add 这样一个函数 所以实现起来还是蛮简单的 这个sell是代表select选择 那这个在官网也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那下面我们来实现我们最后的一个操作 就是查找 那点击查找之后 我们来设想一下这个操作场景 它是不是应该弹出一个对话框 对吧 而弹出一个对话框上面是需要我们去输入 它可能会有三项 第一个是level 会去显示查找字符 然后中间这一项是我们的输入框 就是我用一个entree 对吧 用entree 然后后面是有一个按钮 就查找按钮 那么点击查找按钮之后 这个窗体关闭 关闭了之后 我们就会在这儿去匹配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想象一下 在这儿去匹配的时候 无非要用到两个操作 一个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到的 会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text会有一个search 对不对 它本身会有一个search方法 OK 这是text 这是top level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 看一下官网 我们看一下text 它在这 那它本身就会有一个search 我们来看一下search传入的是 是一些什么属性呢 第一是查找的值 第二个是它的起始点 第三个是中止点 然后如果查到了 它会返回它的这个索引 对吧 我们跟这个索引去进行一个match 就可以了 怎么去match呢 用一个tuck add去match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其他的其实没什么好实现的 我就重点给大家说一下 说一下怎么样去实现那个界面 这个弹出双体 我们肯定要用top level 对吧 用一个top level来去实现 好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同样的 我们在这 def一个search 那这个search的话 我们当然点在这点击了按钮之后 command要跟它去去匹配这个回调函数 search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search的过程中呢 我们首先是要建议一个top level 对吧 top我们就叫topsearch吧 等于top level 然后它的负是root ok 然后我们给它指定一个它的这个大小 top level geometry 给它定一个300乘以30 就是它的这个宽度和高度啊 然后再加上一个200它的起始位置再加上250 好 这是它的这个规范啊 就大家稍微要注意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应用新号是不行的 你必须得用称号 所以大家得通过 就是我们的这种拳脚拳脚字符的这个切换 实现这个称号的这个输入 ok 所以这点其实也挺讨厌的 tkinty有这么多的一些约定啊 好 然后我们去生成它最左边的这个label 我们就叫label1好了 等于labeltopsearchtext等于叫什么呢 叫查询find吧 叫find 然后我们给它显示出来 对吧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pack了啊 而是用grid 因为它是一个它的这种构造方式 我们想象一下 我给大家画一下啊 它的构造 它就弹出这个窗体之后 它的构造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这有个label对吧 然后label完了之后是个输入框 输入框完了是个按钮 它应该是这样子来玩的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呢 第一行的第一列 第一行的第二列 第一行的第三列 所以我们用一个grid的方式啊 然后我看到哪了 ok在这儿grid 然后那么这个grid的话 我们给它 肉等于0 column等于0 然后让它横向有一些间距 padx等于5 ok label1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那同样的我们entry entry1等于entry 然后同样的topsearch 然后类似 那再再文本就不要了吧 我们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宽度吧 wise 他的这个宽度 我们给它一个20 ok 然后同样的也让它显示grid 类似啊 等于0 然后column等于1 对吧 padx等于5 第三个 button button 然后同样的topsearch 然后它的要有一个文本 对吧叫search查询 具体的这个 或我们用中文也可以查找 ok 同样 grid column还是 还是等于0 column 等于2 padx就不用了 因为它后面没有什么需要去间距的 对吧 好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就实现了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布局操作 当然在这个com 这个button这 com 是不是应该给它设定一个command函数 比方这个command函数是叫 去进行search 执行查询 那是不是就应该有gensearch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内部函数 好吧 gensearch 好 我们先pass一下 好 先不去实现它 所以这样子command也就会有相关的这样一些命令的这样一个操作了 好 然后 ok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吧 这个search给它加上了没有 ok 加上了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们在这编辑查找 哦 看你哪有错误啊 local变量gensearch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用内部函数的这种查询的方式 定复 说错了吗 这样吧 我们先把它去取掉啊 然后我们可以用内部函数的话可能会要用一个nambda 好 我们先把这块给它构造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这个界面对吧 那么这个界面我们实现了我们这个界面 你看find的然后最后点击查找 我们在这输入的时候我们点击查找是不是就要关掉它 关掉是不是非常容易 然后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得到它的值 得到它的值 我们是在intro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个get的方法去得到它这个值 这个是非常简单 然后得到这个值了之后 我要去调用text的search 把这个值给它传进去 对吧 把这个值传进去 传进去了之后 用一个tugadd去匹配它 就跟我们之前选择一样 它就会去找到它 好 这块代码比较简单 我就不再去演示了啊 大家可以去实现一个函数 那么下面这个函数的操作就重点 就在这两块的这个 这两个函数的这个调用啊 一个是我们的text的search 一个是tag的text的那个tugadd 当然tugadd传入第一个值是match匹配啊 匹配啊 OK 好 关于这块我们就讲到这里 至此的话 就是 就是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简单的计时版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去做非常多的这个扩展操作 包括除了扩展操作之外 我们还可以学习很多的扩展的UI库 比方说 拍qt啊 拍gtk啊 等等啊 因为实际上tkintel我们会知道 实际上他要做非常复杂的界面 是不是玩起来还是挺复杂的 对吧 也不也没有什么设计工具啊 也没有锁建计锁的设计器 所以这样子得让我们完全用代码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界面 对吧 但是没有关系 麻雀虽小武装俱全 我们通过学习这样一个原生自带的这样一个GUI库 是不是我们就有信心将来学更多的GUI库 也知道怎么样去学习呢 对吧 所以tkintel把你带入门了 而且我们用它来写一些简单的 比方说你要做一些自动化测试 我要做一些配置 我要做一些运维工作 写一些简单的工具软件 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啊 好 那关于这趟课程我们就学到这里 请大家完整的把这个项目给实现 好 这趟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